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韩国分社记者刘旭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板门殿 板门殿是朝鲜战争停战后 南北双方以军事分界线为基点 各自向南北后退形成的非军事区 严格来讲,共同警备区才是该地的正式名称 近年,韩国向公众开放了共同警备区部分区域 游客可在跟随团队等限制条件下进行参观游览 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板门殿游览项目曾一度中断 本月12日,韩国政府重启板门殿共同警备区参观活动 记者登陆韩国统一部板门殿参观志愿中心官网看到 目前开放的板门殿共同警备区的参观日 集中在7月和8月的周二、周三、周五、周六 每个参观日安排一次参观,每次最多40人 截至目前可预约日期的所有名额均已约满 今天,记者是随韩国政府组织的采访团 首次探访疫情后开放旅游的板门殿共同警备区 从共同警备区游客中心出发 经过大约10分钟的车程 记者团抵达板门殿参观区域 在像今天这样比较晴朗的天气情况下 我们可以轻松远望到非军事区内 朝鲜一侧村庄里的建筑物 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韩朝军事分界线两侧各有一栋主建筑 朝方一侧的建筑叫板门阁 板门阁正对面韩方一侧的建筑叫自由之家 在板门阁和自由之家之间是三阶蓝色建筑物 它们的代号使用英语临时一词的首字母表示 分别是T1、T2和T3 意味着这些建筑是在1953年签署朝鲜停战写定时临时建造的 其中,T2和T3之间的通道是从朝鲜板门阁通往韩国自由之家的最近通道 建筑物之间约5米宽的小路上 有士兵面对朝鲜方向戒备执勤 记者走进被称为T2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室内 从会议室的窗户向外望去 便能看到一道宽50厘米、高5厘米的水泥台 这便是代表韩朝军事分界线的实体标志 2019年6月30日 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就是跨国这道水泥台进入朝方一侧 成为历史上首位踏上朝鲜国土的美国再任总统 由于T2建筑内部并无分界 人们可以自由走动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 在这间建筑里 人们可以自由来往于韩国与朝鲜之间 在蓝色建筑旁边的草地上 我们可以看到2018年 韩朝领导人在板门店会晤期间共同植下的树木 树旁树着一块石碑 上面铭刻着种下和平与繁荣 并刻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与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姓名 在草地对面的蓝色建筑物是联合执勤办公室 据介绍 韩方一侧的联合执勤办公室与朝方一侧有热线相连 双方通过电话、传真和信件进行沟通 据介绍 2019年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前往韩朝非军事区之前 韩朝双方就是通过联合执勤办公室的热线交流 确定访问和会面的各项具体事宜 沿着草坪边的水泥路向前走 就看到文在寅与金正恩2018年会晤时 并肩散步走过的蓝色步行桥 施兵介绍说当时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桥上单独散步 周边没有其他随行人员 二人还在桥尽头的桌旁坐下畅谈 板门殿可以说是朝鲜半岛上最著名的地点之一 这里上演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他经历了半岛近70年的对峙历史 也见证了期间各方为促进半岛和平所做的努力 如今在这里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 因此我们也更加期待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能够向前推进 板门殿可以成为沟通南北的桥梁 以新的姿态为共建半岛繁荣发挥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